健康年代关心您的健康 我是黄欣怡 大家午间的健康厨房 我们要教您用芦笋搭配竹笋 汆烫之后来冰镇凉拌 做出一道健康爽口的开胃前菜 健康厨房健康好料理 夏天怎么样可以吃得更清凉呢 今天我们就要用芦笋跟竹笋 来做一道非常酸酸甜甜的前菜 对 没错 那老师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芦笋 芦笋的部分我们要先怎么处理 芦笋就是先汆烫过 那汆烫的时候就是记得 在滚水里面加一点盐 那下去汆烫的时候 时间大概就差不多十几秒 不要太久 对 然后我们要拿上 然后就要把它捞起来 然后马上的冰镇 那冰镇 冰镇的目的是让它停止继续受热 记住了吗 芦笋汆汆十秒后随即冰镇 降温保持鲜度 这样的鲜度才可以把芦笋中丰富的矿物质 夹铁钙吃到肚子里 在美国癌症学会推广30种蔬果抗癌食物中 芦笋排名第16 汆烫最能保有叶酸养分 有助于心血管健康预防癌症 竹笋料理方法相同 汆烫都得加盐巴 随即切成条状 双笋准备就续 就等酱汁来到丁 一个是蜂蜜 一个是蜂蜜 然后一个是柠檬 然后再来是法式的芥末酱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 不错 但它的量呢 有一定的一比一 还是说 什么东西稍微多一点 少一点 柠檬跟芥末酱的比例 大概约是一比一 那蜂蜜的话 大概是这个两个的二分之一而已 清爽可口的前菜呢 已经都单上桌了 不过呢 据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老师 东风是什么 对... 柠檬 可是刚才我们在半汁的时候 已经加过柠檬了 对 那你拿柠檬出来干嘛 因为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刮不到 这是刮柠檬的 刮柠檬 怎么刮 来 我现场表演一下 暴湿啊 为什么要特别做这一道 就是动作 因为它 除了增加柠檬的香气之外 那它皮其实也很有一个 好香喔 特别的口感 那个味道真的好嗆鼻喔 真的好香喔 我们来吃吃看好不好吃 柠檬皮可以吃耶 而且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它不会很色 还蛮特别 那老师 起司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变化 这一次用的起司是那个 炒鸡蛋糕 那其实也可以用巴马森起司 那如果是用巴马森起司的话 就是直接卸抹在上面就可以了 就不要拌到硕士里面 OK 谢谢老师 那么这道甜点呢 非常的简单好吃 不过卡洛里相当的高喔 有158大卡 卓亮吃吧 美代新闻投资 刘仲美台北报道